主席 怎么看网民院长说 他认为二阶段的征召非常奇怪 我没有讲说一定会有第二阶段的征召 您应该可以听到了吗 我说我们保留这种可能性 因为国民党是要求能光荣的胜选的一个政党 所以既然有人提出了很多二阶段也好 我说没有所谓必然有二阶段这种状况 但是假设为了最后的胜利 保留这种征召的可能性 但是这个是要非常郑重 非常谨慎 不能随便为之 所以初选通过的人有可能再被 我没有这样讲 我从来没有这样讲话 从来没有 在进行当中 假如是已经有这种情况 那当然保留万分之一的可能 也是要保留这 那蔡英文女士 从做陆委会的主委到做总统 她对九二共识都忘掉了 所以她对于促转的这个过程 她恐怕没有检讨过 所以才会讲你刚才转述的那一句话 我觉得他们不是从东西德学来的 东西德跟我们的状况也完全不同 它一个是东德到西德 最后东德没有了 那我们不是啊 我们自己中国国民党执政的说 我们也是规规矩矩 如果有真的 过去有若干党产是不正确的话 那可以处理的 依照法律判断可以处理的 但是她完全用末路的方式 用打压 用这个非常严重的这种打局 这是不对的 打压